拉面引发的火灾 你们三个在家要注意安全 妈妈晚点就回来 好的妈妈 我们看电视吧 好耶 我去看 你是谁 我是被困在这盏当里的当神 什么声音 我们的肚子发出抗议了 我也饿了 想吃妈妈做的拉面 可是乔治 妈妈不在家 好吧 不过我知道拉面机在哪里 今天我是小厨师 给你们做超好吃的拉面 哇 好棒啊 首先要把面团揉软 揉面真是 太累了 贝奇 我来帮你 我也来帮忙 那我先去烧水 哇 你们俩太棒了 贝奇 这里还剩一些面团啊 那我们再做些蝴蝶面吧 再做蔬菜和鲜虾 一起煮 哇 听起来就好好吃啊 哇 因为我尽情 直接 我们 第一 听起来 就是 我们 tulee 我们 自己 如果你 佩琪 水开了 好的 把面条和蔬菜放进去一起煮 这里太肉了 我们去山发等吧 好 面条还得煮一会儿 哦 又开始了 我的方法实验 第十次测试 现在开始 再看一集 我是个善良的小怪兽 别看我长得优人 什么味道啊 啊 拉妹 拉妹 啊 着火了 怎么办呀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我们不能吸入浓烟 得想办法 啊 有了 快游师傅 捂住嘴巴和鼻子 我 我好像更大了 怎么办 我给妈妈打电话 我给消防员打电话 消防员吗 佩琪家着火了 请快点来救我们 妈妈妈 你快回来 家里着火了 快 我们把门撞开 赶紧进去救火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佩琪 乔治 苏西 孩子们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哦 妈妈 还好你们及时报警 我已经被扑灭了 辛苦你们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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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客气 以后要小心用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妈妈 都怪我 我想给大家做面条 可是放进锅里之后 去看动画片 忘记了时间 所以才 我也错了 还有我 太危险了 小朋友不能自己用火 知道吗 你们也都饿了吧 我给你们做面条吃 哎 妈妈做面条最好吃了 你这孩子 哈哈 嗨 小朋友 喜欢这支影片吗 动动你的小指头 点击订阅 打开小叮当 给我们点赞吧